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澳海港龙洲比赛登场 标调古技艺实际秀 宜兰市龙洲锦标赛 四组三三队同场竞技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宜兰新闻 今天是端午节 首先新闻就来看宜兰县各地的龙洲锦标赛 宜兰县的龙洲锦标赛 今天下午在东山河清水公园 来进行精彩的决赛 虽然现场是下着大雨 但丝毫都不减选手跟观众们的热情 比赛依然刺激 其中公开男子组 是由东山相公所队来夺冠 至于公开女子组 是由明太超市达到三连巴的目标 东山河清水公园 虽然下午下着滂沱 大雨依旧不减选手争取佳季的决心 卖力在河道上比赛 其中全部由东山湘社区参赛的社区组 最后是由五远社区来获得六连巴 丝毅组的总决赛 最后一局 是不是能够插着蓝色旗子的五远社区 外面六连巴呢 选手们加油 独标 恭喜插着蓝色旗子的五远社区队 获得我们的六连巴之路 恭喜恭喜 而公开女子组则是由传统的 禁旅明太超市率先夺标 获得这一届冠军 达成了三连巴的目标 注意哦 夺标手准备 夺标 我们终点裁判举起的是黄色的骑士 我们已经两年连两年冠军的明太超市队 自于压轴的公开男子组分别由罗东正公所A队以及B队两队 武捷乡公所以及东山乡公所四队来角逐 各队实力相当 龙争虎斗互不相让 最后还是去年获得总锦标的东山乡公所来夺冠 比赛是精彩刺激 第一报回的奖金30万元 小三天 还有最七天 最检查的备动图比赛 共亂开门之族 给两千金 三千万 奥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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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士兵乱电 加拿两万 三十一万 奥连网 加油 加油 紧张的时刻 准备 准备 加油 好 我们看到终点裁判举席的是 绿色的棋子 东山乡公所 冬山乡公所 这比赛的龙争是全国最好的地方 所以今天也很努力 童谷也很劲 今天总金得罪到30万 所以比赛的童谷都有经过的联系 就是我们以后的龙争虎斥 其实跟兄弟可以再做一个政客 就说兄弟比赛出来选三名还是选两名 再来参加这个冠的比赛 所以你时间可以差不多 跟我们相差一天至两天 兄弟子公所都办好了 再来参加这个冠的比赛 怎会更努力 另外国中女生组 则是由五杰国中获得冠军 国中男生组则是五杀国中 为自己创下好成绩 而各队也相约 明年再战东山河 一绝高下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 这是充满历史感的传统进度 传承220年历史的交溪二龙河进度 今天早上隆重开幕 而代理县长曾经出席的时候表示 二龙河北岸的高墙 不但阻挡了优美的河岸景观 也阻碍了地方发展 所以会在兼顾河川治理的安全前提下 检讨高墙的去留 还给社群居民一个清水的河岸空间 交溪二龙进度已经有220年的历史 现在画面中所看到的是体验组的活动 乡长临席中表示 二龙进度不管是典故 龙舟的造型 进度的方式 都和其他地方的龙舟赛不同 被文化局指定为无形文化资产 220年以来 我们二龙舟的既然专家 都在这个地方做二龙舟的建筑 已经变成一个无形文化资产 这个无形文化资产 已经由我们文化局指定 二龙社区文化合作一个 官吏波准的一个单位 所以近期外长 我也是原来由我们社区文化店合作来出版 要从2001年以来 像从这条工兵的这些纪文来说 这个文化是一个非常 另外一个理念的故事也非常多 主办大会在今天早上举行龙舟开幕仪式 县长曾经德特别前来参加 并且带来地方建设的大红包 他表示将在兼顾河川治理的安全前提之下 检讨高墙去留 还给社区居民一个清水的河岸空间 我们过去现在做的这个拼 这个拼 这个拼 这拼是这个拼 当然过去因为 会大水嘛 会水灾 但是我们慢慢对水的磁力 包括抽水站 抽水机 磁力的 不需要 这拼如果不用 这拼如果不用 我们这样看出 就看到 看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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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拼 完全不一样 金钱 完全不一样 金钱 就是 在到这个拼水的科务之外 我们打开到头上的污水处理中心也要来做 所以我们家里面的家庭污水都来接工 包括农村 农村的农霞 污水主力也要兼顾 农油的管理和管理 有一天二天五天 就像我们做小孩的那些人尊甘农 会变成很清晰 很清晰 这是我们做的 观景 要地理水 要改善水质 最重要的一个方案 除了农州进度 主办单位也安排12项的DIY体验活动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加 共度端午家节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这是相当特别的苏澳海上龙洲锦标赛 今天在南方澳第三渔港精彩登场 总共有18队参赛 过程是相当刺激 现场还安排了趣味的创意龙洲比赛 另外也有标调古记忆的石金秀 为开幕活动先开序幕 2018苏澳海上龙洲赛在端午节的今天 在南方澳第三渔港盛大开幕 共有18队的竞女来参与进度比赛 精彩刺激 加油声不断 毫不热闹 自红船黄水道 夺标成功 今天有18队末大胸的两个 创意龙洲赛 龙洲赛 所有赛都得比赛 這個比賽 要重現的、課期的 標準的 標準的、標營業、標金門的 標要標 我們特別要請到 我們到村長 江青年 學期三年到村長 還有我們下個隊 在民党中 標手 來獻中 來做一個實境秀 讓我們回應 課期 我們的前輩 他要跟他的前輩 在歐南以待 什麼來賠儀 賠償 怎麼賠償 來賠償 來賠償 我們今天 所有的選手 每一堆 都有很好的選擇 想說每一堆都賠償 每一堆都賠償 每一堆都賠償 我們所有人 都賠償 都賠償 我們所有人 都賠償 我們這個賠償 是最好的賠償 每一堆都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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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每一堆都賠償 我們都賠償 這三一天 讓我們親出來 讓我們的未來 將要在這邊 長期來這邊 來活動 因為這個三台水壩 才有辦法 我怕大家同時 我們大家運動 要健康 我們去給我們的優儀 讓我們親自來 再一個一堆都賠償 更快樂 更健康 陳吉林陳政黨 帶領的團隊 讓我們蘇澳正 能夠再創高峰 那今天的這個龍舟盡在 能夠順利圓滿成功 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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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精彩的比賽之外 今年還有創意龍舟賽 上演媽媽創意華具大對決 由蘇西社區的辣媽 以及新住民關懷協會 進行海上趣味龍舟賽 熱鬧揭開序幕 活動高潮還有全國罕見的老船長標調 古魚法石禁秀 重現地方濱臨失傳的漁村古記憶 傳統的蘇澳海上龍舟賽 以往都是在三個漁港輪流舉辦 而今年決定往後 全部在港區開闊的第三漁港來舉行 加上公所的創意龍舟 以及傳統標調古魚法的表演 為蘇澳的海上龍舟賽 更增添趣味以及許多話題 宜蘭新聞記者14名採訪報導 接著鏡頭轉到宜蘭市 宜蘭河的龍舟錦標賽的33支參賽隊伍 昨天開始就在宜蘭河西門橋跟 沁河橋段進行兩天的賽程 今天是舉辦最後決賽 過程是相當的刺激 而宜蘭市公所也在河半旁 安排了啦啦隊跟藝人表演 訓許多民眾到場來欣賞 為這些選手加油打氣 場面是相當熱鬧 今年宜蘭市龍舟錦標賽 共有33支隊伍參賽 經過昨天的初賽 今天進行決賽 各隊卯足全力拼戰 要滑出好成績 畫面中所看到的是社會男子遺囑 敗部復活賽 由依然高商對上楊大醫院 結果楊大醫院以不到一秒的差距 拿下第一場的勝利 楊大醫院公所跟楊大醫院俱勢 楊大醫院俱勢委員會共同來合作 在我們楊大醫院和平公園 基盤兩天的楊大醫院進賽 過程非常精彩 看到每隊的隊伍都非常認真 要來奪標 要來精出最好的性質 我們看到非常高興 也非常精彩 另外這個宜蘭河 白龍舟是很久傳統的意義在裡 所以這個意義我們繼續來傳承 可以白龍舟 讓我們宜蘭古城 讓我們宜蘭市市區 都可以無知 百節優勤 大家都可以平安順序 這個活動不單是比賽 只有這個機會 可以促進大家好好團結 已經健康 對社會 對家庭都非常有幫助 希望大家趕快來這個地方 這麼漂亮的地方來參觀比賽 河道上有緊張刺激的龍舟賽 河畔則是有精彩的啦啦隊 以及藝人的表演 吸引許多民眾前來欣賞 場面相當熱鬧 音樂 過兩天激烈的競爭 结果由金彭春农舟队拿下社会男子甲组冠军 撰为神将联合队获得遗嘱冠军 女子组则是由宜然高三获得第一名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 接着有个好消息要提供给大家 慈灵基金会今年暑假7月3号到7号 特别规划了音乐歌谣结合了首创意的音乐玩童夏令营 安排了专业的老师指导小朋友 轻松成为一名音乐小顽童 而活动从现在开始开放报名 欢迎喜爱音乐的小朋友可以来参加 而有益者可以上慈灵基金会的网站来了解报名方式 苏家开始买卸卸 又来我们团来国家一年到六年的小朋友 对他们有幸福 我们尽管金彭在7月找3和7月 有基盘一个音乐 欢迎关来所有对应该有幸福的小朋友 欢迎来报名参加 我们在7月找3和7月有安排一个五天 订阅音乐 音乐音乐我们今年邀请到卡马兰 日董合唱团的机会林彩莉老师来几位 所以里面有来唱各国的名谣 包括美国、日本、马来西亚、南非、黑面谣 也有台湾本土的学家和国家和台湾的联光 这都有学习 另外是我们有赞到一个留学英国的林一杰老师 来教大家做手工艺的艺术创作 欢迎对艺术有幸福 对他们有幸福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 想找工作民众要注意了 在全球销售医疗灭菌代的香港商 麦迪康亚太公司台湾分公司 在利泽工业区设厂已经10年了 为了扩大营运 这次配合伊莱县政府劳工处6月23号 在伊莱运动公园体育馆所举办的 求职圆梦心想事成的现场真材活动 要招募11个职称总共50名员工 而薪资从2万5千元到3万元不等 而主管值有5万到7万元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要把握机会 香港商麦迪康亚太公司台湾分公司 在利泽工业区设厂占地有1万平方公尺 成立于2007年 而总公司则是1988年设立于加拿大蒙特罗 属于全球化的医疗机构 麦迪康台湾分公司主要生产医疗灭菌代为主 一年的产量高达了12亿个 数量相当庞大 以外销占多数 麦迪康公司是生产医疗器材的专业企业 总部是在加拿大的蒙特罗 创立于1988年 宜兰厂在2010年加入集团 主要是伸展面镜包装袋 销往全世界五大洲大概有65个国家 为了扩大营运这次参加县政府求职圆梦心想事成的现场真材活动 将招募11个职务共50个职缺 包括了机械操作员 作业员 品管 产线组长 物料管理员 国外业务专员 医疗包裁业务主管 工程师 生产部主管等等 薪资从25,000元到3万元不等 主管值更高达了5万到7万 那主要是因为扩厂的关系 也有业务增加 所以在这个职缺上面呢 基本上我们有管理干部跟中间干部的需求 还有现场的制造的这个技术员工 还有这一个间接的这个工程师的这个职缺 本次我们参加这个宜兰县政府所主办的这个真材活动呢 我们一共有11个职缺 以及有招募50名的这个工作同仁 当然依据工作性质的不同 我想我们有公司的这个福利薪资的制度的一个原则 大概从这个基础的员工中3万到4万当中 然后中间干部当然依工作范围领域的不同 我想我们目前的 在这一个课长主管经理管理人员部分 应该在大概在5万到7万当中 处于全球化医疗机构的香港商 麦迪康亚太公司台湾分公司 除了依照劳基法的规定办理之外 福利以及申签制度也都非常完善 包括了奖金以及员工旅游等等 都不利于来照顾员工 我们有这一个公司提供餐饮在上班时间 那另外在年节上面 我们基本上有年终奖金 这个工作奖金 还有公司的年度的这个绩效达成的KPI奖金 那在我们的这一个员工其他的福利上面 比如说年度的员工旅游 还有在我们同事之间这个在职教育训练 这也是我们在过去的年度里面 一直都是持续在办理也得到这个政府的补助 那在这一个薪资的部分呢 我想我们过去的六年当中 我们基本上每年都有调整薪资的这个部分 麦迪康亚太公司台湾分公司也注重社会回馈 与龙华科技大学以及罗东高工等学校建教合作 提供了职场学习机会 也培育专业技术人员 而这一次参与县政府的现场征采活动 也希望有志青年来加入麦迪康的大家庭 一起迈向全球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 继续是跟环保议题有关 资源回收个体户为了堆积囤放资源回收物 常常会造成环境脏乱 也影响到邻居的生活品质 所以东山巷公所特别针对业者 举办了环境卫生改善说明会 同时在地方超市的配合下 回收纸带再利用 也来帮助塑胶带的减量 因为回收种类繁多 回收业者只能先囤积堆放 再一一整理 甚至等待回收物价升高时 再进行变卖 往往时间一拖 就容易造成周边环境脏乱 对此东山公所才会透过宣导 希望改正业者的习惯 毕竟本身就是环保工作者 自称环境卫生也要坚固 所以这项观念也获得业者的认同 对我们环境有好啊 说明会不能允许多啊 对我们环保 我们自己环境有好 跟蚊带也不太多啊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环境他们现在就是要买 现在价修败 他们都不敢买 都会把它断掉 我现在是刚才你跟孙兔说 一定要买掉的啦 因为这个价修到这样 会往下降 要升也是有那个困难度啦 你把它断断利害的时候 出名头部的人就 乡党信乡也好 工作也好 我们就一直拜托一下 因为他们是环保的最前鋒的 他们来做这个工作我是很欢迎的 也很感谢他们 回去来对这个环境的优惠 但是优惠的就是说 他们最不敢买 这个我现在在教他们 拜托说 把困难整理好 那最也是要买啦 不要断断坐在 自己照片的环境 因为为了落实减速政策 公所与超市配合 鼓励回收紙带 而且免费提供消费者使用 减少塑胶带的使用 而超市业者也予以支持 他们现在没有拿铁子来 那个主带是免费的 由那么超市来提供 给这些买东西 忘记拿袋子的人 这我们现在已经 推行一段时间了 这个成效应该也不错啦 因为它的需求量还蛮多的 公所表示 希望更多超市业者 跟民众能配合 详细回收紙带再利用 相对塑胶带的使用机会 就能降低 宜然新闻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导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 跟中央气象表示 明天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 中南部地区有震雨或是雷雨 并也有机会出现局部性大雨的情形 至于其他地区有短暂的震雨或是雷雨 尤其中午过后 容易有局部性较大雨湿的发生 提醒明中要特别注意 继续来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清醒 明天沿地区是因短暂震雨或是雷雨 雷雨的天形态 降雨居率预测是60% 气温是26到30度之间 继续来关心雨月的气象 以上今天宜然新闻 我是刘耀真 感谢你的收看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头时间再会 开始 爱心愿意 不要购乱 他的骨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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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一般发贷 一起大声呼唤 很寂寞就也说拜拜 音乐喜欢 酱酱的我们 烦恼又找到云欧欧观 这时我们的舞台 像发梅里春天在 让汉水清清漂泛 告诉我我丢脸 介绍我的邀请他 I love you 安慰我的孤单 跟着我表情 跟着我表情 生态 到天空之类 I love you